還是涼嗖嗖 今天還是有些東北風 不過當然跟昨天那個東北季風 正常的時候比起來 溫度是好得多了 昨天淡水16.6度的低溫 嚇死人了 今天是19.2度 好多了 不過你看 其實從現在台南嘉義 以北 一直到宜蘭 大概都是20 21 頂多22度 所以還是涼涼的 現在要出門的話 建議大家 你看我今天有些快樂 穿長袖了 穿個勃勃的長袖 稍微擋一下這樣的涼涼的感覺 比較不容易著涼感冒 當然今天白天的氣溫來講 南台灣還是31 32度 尤其是不下雨的時候 烏熱烏熱 但北台灣會比昨天好一些些 但整體來講 還是不到熱的狀況 所以北台灣今天還是偏涼的 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再來看看衛星雲圖了 我剛剛一開始提到 溫度好一點點下雨的狀況 相對來講也好一些些 不過還是要注意 以北部跟東半部的觀眾朋友來講 其實你看其實水氣 一直都在台灣的附近 再加上吹東北風 所以像是迎風面 特別是基隆北海岸這邊 一整天斷斷續續 都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短暫雨的狀況 東半部其實也會有 甚至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有的時候還是會出現局部性的大雨 所以今天以北部跟東半部來講的觀眾朋友 還是帶個雨具會比較保險一些 那當然這樣的降雨可能中午過後更明顯 而且中午過後不是北部東部了 中南部也會下 中南部因為有溫度高 所以中南部午後也會有雷震雨 那今天看起來山區會比較明顯 有一些靠近山區的平地也會下 不過整體來講中南部的平地 所以在今天來講天氣是穩定的 是炎熱的 都有機會可以看得到太陽 那接下來今天的天氣狀況是如何呢 來看看天氣走勢 尤其是520這個星期五 總統就職大典這一天很關心 大家很關心看不看到那個雷虎 有沒有出來飛 還有儀隊 最怕就是下雨了 以目前的狀況看起來 明天的天氣會比今天 再來的好一些 北部東部教育逐漸減少 再加上轉圈東風之後 氣溫也都會回升 星期五星期六就會比較恢復到 典型接近夏天的天氣型態了 就是西半部上半天穩定悶熱 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注意 午後雷震雨會下 所以還好那個雷虎好像是早上飛嘛 對不對 所以應該目前看起來 星期五星期六這兩天 以整體來講 上半天的天氣狀況是不錯的 那星期六如果有人安排 週休假期戶外活動的話 下半天稍微注意一下天氣的變化 討厭是討厭在星期天 星期天目前看起來又有封面接近 降雨的情況又會提高 而下個星期一星期二是封面 可能要通過 但是因為這波封面的距離 目前看起來還有一些變數 所以總之先提醒大家 從星期天到下個星期二 天氣是不穩定的 但不穩定的因素的狀況是如何 後續還有待觀察 總之天氣好像逐漸在好轉當中了 沒有那麼奇怪了 好 最後天氣不可不知 但是再次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北部宜蘭今天的高溫還是不太高 25 26度比昨天好一些些 但是還是戴個傘戴個外套 因為雨隨時還是會下的 再來就是東半部地區 其實東半部地區今天 降雨距離真的比較高 宜蘭有80% 特別是在東半部的山區要注意 今天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 那山區每次東半部山區一下 可能就比較有一些交通上的狀況出現 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那今天當然東北風已經逐漸在減弱了 但是海面上的風浪還挺大的 如果今天有安排這個海邊的活動的觀眾朋友 提醒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啦 空氣品質當然就是南台灣比較差異一些些的 跟我們集團的觀眾朋友注意一下啦 以上是這一節最新的天氣訊息 更多只要喜歡趕快把時間交換給千玲囉